黑夜 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 却用它寻找 惊恐 让我失去了聆听的勇气 可那声音却一直在我耳边回答 魂飞魄散的瞬间 我真的听到了 我真的听到了 吓你一跳的深夜光波 管无掉的收音机 微弱的月光下 漆黑的房间中 一个你手中照片里的美丽少女 突然出现在你的身旁 你会是什么感觉呢 请听悬疑广播剧 照片上的女人 晚饭后 我按照约定在宿舍楼前等阿玲 我们今晚约好去冒险 目的地就是校园最南端的那个小楼 我们都叫它鬼楼 那个所谓的鬼楼 原来也曾经是一个女生的宿舍 关于鬼楼的一些传说 都是由学生之间 一代一代传下来 五花八门 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 是说这个学校有一对恋人 本来是很相爱 可是那个男的为了自己的进步 主动揭发自己的恋人 结果那个女的 无法忍受这样的事实 从那幢楼的楼顶跳了下来 传说虽然是传说 但是有名有姓 有时间有地点 听上去也颇为真实 但是我们来这里读书的一年之间 并没有遇到过什么怪事 甚至连各个大学 都不可避免的发生 因情势或因学习压力 而导致的自杀事件都没有 那个所谓的鬼楼 在我们的眼里 只是一个破败的 贴了封条上了锁的老楼罢了 校园里这样废弃的老楼 也不止这一个 今年大学开始扩招 声援一下子增加了几乎百分之四十 我所在的大学 是面对全国招生的 来自什么地方的学生都有 即使把住在本市的学生 都赶回家 宿舍也还是不过住 在几乎所有可以利用的控制的房间 都被派上了用场之后 学校和宿舍科打起了鬼楼的住 昨天遇到班里其他几个男生 他们告诉我说 鬼楼的锁和封条都被拿掉了 已经有人开始在里面打扫卫生 新生现在都在郊区的军营里 参加军训 大概还有半个月 等他们回来 就要搬进去住了 安子压低的声音对我说 哎 子温 我们哥几个 昨天晚上到鬼楼里探险了 鬼楼晚上不上锁 也没人把手 哦 那里面有什么呀 快告诉我 都看见什么 噓 不告诉你 想知道 自己去看 敢吗你 我有什么不敢的 去就去 光凭嘴说呀 哎 拿点纪念品回来吧 里边还有好些东西没清呢 a piece of cake 我的确很想去 我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 和爱冒险的人 总爱在平淡的生活中 寻找刺激 当下就去约好友阿玲 晚上一起去探鬼楼 阿玲听说我的想法 吓得面色惨白 你疯了吗 我不去 你也不要去 太可怕了 怕什么 有我呢 我这样鼓励她 其实天知道 我硬拉着她 也不过是找个伴壮胆 经过我几乎 整整一天的缠磨 最后阿玲 终于勉强地点了点头 我去 也好 管着点你 省得你天不怕地不怕的床货 阿玲比约定时间晚了一点出来 哎 手电筒戴了吗 戴了 看得出 阿玲很害怕 声音都在微微地打颤 其实我的心里也有点紧张 但是更多的是兴奋 对于今夜的冒险 我有点迫不及待 十分钟以后 我们站在了鬼楼的前面 夜色下的这幢老楼 比白天看上去更显得阴森恐怖 两扇楼门一开一闲 里面黑漆漆看不到任何东西 阿玲扯着我的衣袖说 咱们回去吧 我害怕 隔着衣服 我都能感觉到她的手冰凉冰凉 其实我看着那月色下破败的楼房 心里也有点发怵 但是服输不是我的性格 都已经到这儿了 怎么能回去呢 让安子他们知道 那还不笑话死 跟我来吧 没事 我一伸手 推开了眼睛的半扇门 门轴发出许久没有润滑过的歌之声 我打开手电 朝里面照去 楼道里面的结构 和我们现在住的宿舍差不多 印证了这里 以前确实曾经是一个宿舍 我打着手电走在前面 阿玲跟在我的身后 楼道里寂静极了 只听见我们的脚步声 正对着门口的是水房 一排水龙头 在惨淡的月光下 散发出金属色 偶尔还滴下一滴水来 发出的微小的声音 在那样的情景之下听起来 却像是大炮的轰鸣 一定是白天 宿管科的人来修理过水管了 水房左边是厕所 门口挂的牌子 歪到了一边 厕所是校园鬼故事 最经常发生的地方 当然要进去看看 我拉着阿玲走进去 狭小的空间内 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我用手电上下扫了一圈 看见几乎所有的角落 都积满了蜘蛛网 地上横七竖八地 放着几把扫帚 厕所的隔断 有的已经没有门了 有门的也都是掉了半边 歪歇在墙边 阿玲坚持不肯再进一步 无奈 我只好退了出来 我们沿着走廊向右走 那里是一间间的宿舍 我推开头一间门 屋子里的一颈一雾 映入我们已经开始 适应黑暗的眼睛 屋子的两边 是两排双层的床 左边两个 右边一个 旁边是一个储物柜 真夸张 这么多年了 还是用同样柜子 哎瞧 和咱们宿舍的里一样啊 还是走吧 转了一圈也够了 我正想开口表示反对 但要说出的话 被我们接下来听到的 一个声音且住了 我们听到了脚步声 那个脚步声 从走廊的方向传来 虽然是轻轻的 但在寂静无声的夜里 显得很清楚 那的确是脚步声 而且是在越来越近的 向我们所在的这间屋子走来 我浑身的寒毛 一下子炸了起来 下意识地熄灭了 手里的手电 阿灵也肯定地听到了那个声音 月色下 她的脸苍白如指 我们站在原地 大气也不敢出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听着那声音渐渐地近了 但是自己的手脚 却像脱离的身体一样 一动也不能动 脚步声到了门前 停顿了下来 然后门被缓缓地推开了 我们眼睁睁睁地看着那扇门 被慢慢地推开 一点一点的 在门被完全推开的一瞬间 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一下子拧亮了手里的手电 同时不可抑制地 发出了一声大叫 发出惊叫的 不只是我一个人 进来的那个家伙叫的声音 比我还高 手电昏黄的光柱里 我看见一张同样充满恐惧的脸 却原来是同班的女生小琴 会吓死人的 谁吓死谁呀 你们也跑到这儿啊 怎么不事先说一声呢 谁都别吓谁了 快回去吧 就不该来这儿 回去了回去了 就是一个破楼呗 什么也没有 小琴边说边转身朝外走 我和阿玲跟在她的身后 也向外走着 但是走到楼门口的时候 我突然改变了主意 你们先回去吧 我再到楼上看看 阿玲显然被我的这个 突如其来的决定吓坏了 你疯了吗 别去 求你了 我看他是有毛病了 也不嫌脏 这楼里到处都是土 别理他 阿玲 阿玲 咱们走 回去睡觉去 阿玲迟疑地站在那里 说实话 我不希望他走 我一个人留下 还是多少有点害怕的 但是浩强的心里 让我说不出挽留的话 再说他胆子小 我不想太为难他 阿玲看了我一眼 他了解我 知道不可能说服我的 算了 小晴 你先回去吧 你们两个神经病吧 小晴丢下了这句话 就走出了楼门 我很高兴阿玲能留下陪我 他一向胆小 平时我们讲贵故事的时候 他都躲开不听 今天能为有意牺牲 真让我感动 虽然我猜这可能 也是因为他不敢一个人 在晚上走回宿舍吧 小晴和他住在 不同的宿舍楼里 阿玲显然是 很不情愿留下的 他一边上楼 一边埋怨 我为什么还没有闹口 小晴一个女的都敢来 我们是两个人 那岂不是输给了他 人家连手电都没有带 再说了 答应安子要拿点东西 回去做纪念他 阿玲一下子停住了脚步 他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我 不要那样 我听说动了鬼的东西 会惊扰他的 阿玲的话让我浑身一哆嗦 他就那么赤裸裸地说出了那个字 在这样的环境下 这个字眼让我不寒而栗 我还以为你是无神论者呢 放心吧 没有鬼的 都是自己吓唬自己 像刚才遇到小晴那样 他叹了口气 我拉起他的手继续往楼上走 我们两个人的手全都冰冷如铁 这个楼一共有四层 我把阿玲连拖带拽地拉到了最高一层 我看着阿玲苍白的面色 突然想吓唬她一下 知道为什么来这儿吗 听说那个女鬼当年就是从这一层楼跳下去的 我们还是走吧 我一分钟都不想待在这儿了 走吧 他楚楚可怜的样子让我心软 但是竟然都已经走到这儿了 不拿点什么东西 岂不前功尽弃吗 去那间屋里看看咱们就走 好吗 那间宿舍就是传说中那个女孩子跳下楼去的房间 阿玲显然也是知道的 她畏惧地看着那间屋子的房门 不要进去 我自然不会听她的 还是推门走 经过刚才在楼下和小情相遇的惊魂 我的胆子变得大了一些 我用手电四下里照射着 这间屋子的布局和刚才楼下的那间 除了朝向不同以外 没有什么区别 杂乱肮脏的架子床 柜子 桌子 墙上还有几张不知什么年代的张贴画 尘土太后根本看不清画的内容 只看出十分的陈旧 我上上下下地搜寻着 琢磨着带点什么走 阿玲显然很不适应这屋子里的一切 板着脸站在那里 你闹够了没有啊 快走吧 她显然是有点生我的气力 我也觉得自己折腾得有点过分 好了好了 没意思 走了 然而就在我转身的刹那 手电光锁机之处 床底下的一样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 看 看 看那是什么 那是一个本子 静静地躺在靠窗的床下 一个不为人察觉的角落 我像发现了宝物一样 一下子跳过去 伸手把它抓在手里 我说最后一遍 还是别乱动这屋里的东西吧 你把它放回去吧 说着 她伸出手来 似乎要把那个本子 抢过扔掉 怕什么 我躲开她 怕她再来抢 转身背对着她 开始翻看 但是 让我大失所望的是 那竟然是一个空本子 里面一个字都没有 我觉得沮丧 但又一想 不管怎样 拿了这东西回去 给安子看 也不算空手 白来这一趟 就在这时 一张纸片像一只蝴蝶一样 从本子里飘了出来 我手急眼快 一把抓住 那竟然是一张照片 我的心被这突如其来的发现 激动得砰砰乱跳 阿铃你看 是张照片 照片的背面是两行字 用钢笔写着 零 一九六九年 怀吴 零 这不就是传说里 那一男一女的名字吗 还有年份 一九六九年 什么都对上 真是太棒了 我为我自己的发现 狂喜不已 如果把这张照片拿回去 给安子他们看 一定把他们佩服死了 我小心翼翼地 把照片翻过来 这是一张黑白的照片 带着那个时代的特定气息 这是一张合影 照片上一男一女 并肩站着 阿铃你快看 这就是跳龙的那个女孩 和他男朋友的照片 一定没错 我将手电移近 以便更加清楚地 看清楚照片上的两个人 看 他们穿的衣服多吐气啊 这男的长得还挺精神的 这个女的也挺漂亮的 她 她 她 等等 我的舌头突然变得不听使唤了 双手开始发抖 手电光也随之颤动起来 这个女的 这个女的 怎么长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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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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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剧 杨朔 录音合成 新阵语 阿玲由吴小磊饰演 小晴由袁婷婷饰演 安子由杨朔饰演 我由秋昊饰演 有人在看着你 有人在靠近你 谁 夜经婚 我侥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